123集 这天晚上,段天狼、孙云梦、龙天祥、方灵柱四个人都没有睡好,四个人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 第二天,2006年10月26日,当方灵柱从自己的房间桌子上昏昏然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电脑屏幕上早就已经弹出一个通话框,里面有不下20句话,段迪梦,你在哪儿呢?段迪梦,你在下吗?段迪梦,还有20分钟就要开始抽签了。 方灵柱这才赶紧敲道,对不起,昨晚有点事情在忙,睡着了。 在重庆,看到这句话之后,坐在湖边的段天狼,以及坐在自己宿舍里的孙云梦,还有在外面专门租了酒店的灵雪商,才终于松了口气。 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离任突逃了呢,吓了我一跳。 灵雪商写道,好不容易来到这儿,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段迪梦,也就是方灵柱说道,这时候,段迪狼进来了。 好了,不要再聊了,赶紧登陆黑客大会的主机吧,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抽签了。 希望这一次,能够抽到一个好足。 灵雪商说道,孙云梦马上跟着说道, 肯定会的,我这个人运气一向不错。 今天,只是PK赛的第一天,并无具体赛事,只是抽签而已。 四个人都登陆进黑客大会的服务器之后,由段迪狼选择了一个号码,交由计算机开始自动选择。 当然了,这里的这个自动,应该打个引号才行。 因为早在多天以前,它应该如何选择,早就已经被人为的改变过了。 而且,修改过它的人,远不止一个。 而在计算机开始自动选择之前,黑客大会发布一条消息。 按照原计划,PK赛是分三组进行,但是因为这次进入PK赛的,是19组,无法分成三组。 为了方便分组起见,大会决定,将在资格赛中,两次比赛都以第一名出现的第35组,直接定为决赛队伍,不必参加PK赛。 其他18组将被分为三个组进行PK赛。 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引起了一点波澜。 但是很快,大家就平静下来,因为关系到自己命运的分组,开始了。 经过五分钟的计算机运转之后,分组终于出来了。 而当看到分组的时候,孙芸梦忍不住在电脑面前叫了起来。 什么?最强的居然全都在第一组,这组并应该是最弱的吗?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作弊,复复得正了。 多安天狼也是嘖了一声,无奈地拍了拍脑袋。 黑客大会PK赛总计分为三组,而无头帮四人组所在的第一组,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五组。 分别是第21组,第15组,第197组,第134组,第7组。 PK赛的赛程如下,PK赛总共分两节,第一节为单独赛,比赛时间为10月28日两天。 六支队伍将分为三队,各自进行单对单的作战,失败者被淘汰,胜利者顺利进入下一节。 在这个环节里,无头帮四人组抽中的对手是第21组。 PK赛第二节为三国大战,胜利的三支队伍将汇集在一起,进行三国大战。 经过三方残酷交叉之后,最后胜利者将成功晋级决赛。 PK赛第一节以及第二节的规则相同,具体规则如下。 第一,在美国当地时间10月27日的凌晨零点,也就是差不多北京时间10月27日下午4点,黑客大会将会给每支参赛队伍指定四台高配置的计算机,供给各个队伍使用。 一直到美国当地时间10月28日早上10点,也就是差不多北京时间的10月29日凌晨2点。 各队友都可以通过远程登陆,随意给这些计算机装上他们所想要的系统以及各种软件。 10月28日早上10点,PK赛开始。 第二,比赛之前,每支队友都将登陆黑客大会官方网站,复制一段黑客大会所提供的代码。 先复制到对方这段代码的队伍,将被判定为胜防。 这段代码是一个可以自动移动的核心文件。 每支队友复制这个核心文件之后,都必须将它存放在四个队员任何一人的计算机之中。 因为这个文件拥有可自动移动的特性,所以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从任何一个队员的电脑中转移到另外一个队员那里去。 这样一来,要么你够运气,而且够快,一开始就找到了装载核心文件的主机,而且在它还没有来得及转移核心文件之前,就将它黑掉。 要不然的话,你恐怕就得将所有人都干掉,才可以得手了。 第三,参赛者在进行进攻的时候,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硬件,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只能使用黑客大会提供的硬件。 第四,核心文件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离开黑客大会指定的四台计算机中任何一台,否则黑客大会将会判定失败。 看完黑客大会公布的分组,以及规则细节之后,灵雪章有些郁闷地在对话框里写道, 我们好像是在最强的一组啊。 是啊,运气不太好。 孙云梦的通话框里跟灵雪章这么说着,在MSN上又对暂体狼说道, 其实,快运气屁时啊。 算了,事情都这样了,再说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是下午四点多,还有二十四个小时,黑客大会就要指定美队的电脑了。 在这二十四个小时里,我们尽量把心情放松一点,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下午开始,我们有大把的事情要做。 看到端提郎在MSN上说的这句话,孙云梦马上心领神会,但是他故意装傻地说道, 是啊,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布置我们电脑了,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时间,有的忙啊。 端提郎写道, 别废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布置防守的事情,由我带着端提梦和小雪去做,你去干你该干的事情。 又要黑黑客大会啊,先找到对方的资料嘛。 所以孟笑着敲道, 那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好了,我们不要公平,我们只要赢。 既然计算机是黑客大会配的,那么黑客大会就一定有它的相关资料。 如果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对方的计算机的位置,即使只是提前知道一个小时,我们也占了莫大的先机。 我敢说,这么想的人,绝对不止我们一家,说不定我们的对手,也正这么打钻着呢。 孙云梦敲道, 哼,那就看谁更快,谁更狠了。 端提郎写道, 你这话呀,不像听起来是黑客,倒像是在街头打群架。 好了,不说了,就这样吧, 养精蓄锐。 断提郎说到这里,再跟灵雪上和断提莫说了几句,然后下线了。 下线之后,断提郎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打算去找苏和吃饭。 这几天忙,两人一直都没有见面时间,现在趁着有空,赶紧地聚聚。 就在断提郎刚离开宿舍,准备出门去找苏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隔壁,坐在门口的已经不是马洛臣,而是一个甘瘦的老大妈。 断提郎这两天,不是在研究黑客大会,就是在刻苦恋恶,并没有多关注马洛臣。 这个时候,他才突然发现,马洛臣不在了。 顿时断提郎的心里,稍微跳了一下,然后他走过去问道, 阿姨,马老伯怎么不在了呢? 他呀,家里有点事情,今天早上走了,回家去了。 老大妈说道,回家? 断提郎更加疑惑地自言自语的,然后又问道,那马老伯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他呀,请假到11月2号。 老大妈说道,一听到这个, 断提郎马上就明白过来,看来,荣克集团也出手了,而且还是决心一直打到决赛,他们是第几组呢。 因为心里怀着这样一团的关系,在跟苏和吃饭的时候,断提郎一直都不是很专心。 苏和见他这样,便知道他心里有什么事情,但是又不方便对自己说。 他也不多问,只是笑道,你今天呀,魂不守舍的,把陪着我当成完成任务,也没有什么意思。 不如,你先回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完,然后我们再玩吧。 断提郎听到苏和这么说,这才不好意思地从自己的思维中醒悟过来。 对不起啊,我最近,没关系,让你这样的人跳舞,实在是难为你了。 苏和摸了摸断提郎的耳朵。 断提郎知道苏和误会了,但是他也不想解释,这样误会也好。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等到迎新晚会结束,我们再出去好好玩,行吗? 好啊,苏和说着,站了起来,那我送你回去。 苏和摇了摇头,还是我陪你走回去吧,你的宿舍比我的远,我们可以多走一会儿。 十几分钟之后,断提郎跟苏和散步回到了宿舍门口,刚好跟回来的陈修园碰上。 嫂子好啊。 一看到苏和,陈修园就咧开嘴,弯腰笑道。 踏实一喊,喊着苏和满脸通红,娇慎地说道,讨厌。 然后他便赶紧跟断提郎告别,小跑着离开了。 你嘴巴不那么黄,走路会摔倒吗? 看着苏和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断提郎才终于回过头来,瞪着陈修园说道。 陈修园吐着舌头。 老大,想不到,你比你女朋友还小气,你看人家苏和都没有生气呢。 懒得跟你说。 断提郎冲着陈修园摇了摇头,走进房间,坐在椅子上。 今天一大早上,就没看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我去陈建生那里啊,我跟他约好了,今天就签约的,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陈修园奇怪地说道,哦,断提郎点了点头,心想大概是那个时候,自己正在忙着,没有用心听的说话吧。 本来这段对话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断提郎脑袋又突然灵光一闪。 诶,陈建生不也是荣克集团的人吗? 想到这里,断提郎便出于本能地问陈修园。 我们学校出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人也签约了? 别的人? 陈修园摇了摇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跟陈建生也没说过几句话,近是跟他手下的人打交道,那家伙排上大着呢,不愧是大人物啊。 怪不得我舅舅提起他,声音里都充满了崇拜的感觉。 听到陈修园这么回答,断提郎有些失望了,他随口地说道, 这样也好,以后你每个月啊,都能从他那里扔点钱,减轻你家里的负担。 不过,你自己要头脑清醒,不要真的把自己卖给人家了。 那哪能啊? 陈修园摸着后脑勺大笑道, 我这辈子啊,早经打定主意,跟着老大你了,我就是想卖,我也没有东西卖啊。 真要跟着我,就认认真真地学个一技之长,不要整天出去跟人家在外面鬼混。 断提郎说着,走到床边,想要躺一会儿。 他刚躺下,就听到陈修园又说道,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学校除了我之外,是不是还欠了别人。 但是,我在出门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就是咱们学校的,老大你也认识的。 一听到这里,断提郎脑袋一击凉,眉头当即一皱。 是谁? 重庆,陈建生办公室。 你外上,帮你找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坐在陈建生对面,跟陈建生说话的,正是本来应该已经回家的马洛晨。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寝室里上网,好像是正在看黑客大会的官方网站。 陈建生答道,这么说来,这次不是金月带队,如果他有参与这次黑客大会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在自己寝室里上网的。 他应该找个隐私点的地方才对,毕竟他要保护其他队员的隐私。 马洛晨想了想说道,这是毋庸置疑的,金月这个人我也让人稍微调查过,他不像是个天才。 如果是他带队,乌托邦论坛根本不可能杀入前十九名。 陈建生说道,那乌托邦这四个队员究竟是谁呢? 马洛晨自言自语地问道,那帮家伙不是说他们实力很强吗?他们怎么不去查呢? 陈建生问道,我们的人技术实力虽然也很强,但是乌托邦那些人的技术也不差,尤其是巴布天龙。 我们直到现在,都只查出五个人的真实身份,另外五个,半条毛毛虫,段迪墨,还有小梦,我们都查不出来。 乌托邦这次拿到这样的成绩,我可以肯定,这三个人一定都有出赛。 马洛晨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唉,可惜,我纳闷的是,第四个人是谁呢?我想,应该不会是巴布天龙里的其他五个,他们的实力都还不够呢。 不会吧,你这个首席科学家做后盾,居然还有人查不出来? 陈建生笑着说道,我是首席科学家,不是首席技术员。 我是理论专家,不是技术专家,我的责任是提供思想和大方向,不是具体做什么事情。 马洛晨不满地对陈建生嚷嚷道,陈建生见马洛晨这么介意,也就不继续玩笑下去了,他政策道, 这么说,这第四个人是谁,你完全没有头绪吗? 倒也不是,我心里啊,还是有两个对象,要么,是那个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却曾经闹到整个技术界翻天覆地的AYA,要么就是,从来都没有落过头的01。 我起书其实啊,如点怀疑金月是01,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猜想,被打破了。 听到马洛晨这么说,陈建生不理解地问道, 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可不可以问一下? 说吧,马洛晨说道,就算让你知道他是谁,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知道他的ID是什么,然后可以把他找出干掉,或者拉拢,让他不参加这次大赛,那我还能理解。 但是,既然你查不出那三个人的真实身份,那你照样,也查不出这个人的身份,这样的话,你找到答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世上的一切战斗,归根结底,都是心理战斗? 陈建生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身为心占之术的传人,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实在是在身不过了。 不过,对于马洛晨并不知情,他继续问道, 前面的三个人,小孟,段迪墨,以及半条毛毛虫,我们虽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他们在论坛上有发很多帖子。 而我们最近,正在用人之力,和计算机配合,在努力计算出他们的心理。 听到这里,陈建生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人的心理,怎么可能用计算机算出来了?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个,那岂不是,应该是计算机统治这个事件? 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计算机,完全弄明白一个人的心理,当然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发言,来推测他们的惯性思维模式。 在目前来看,这个,也不能做得很精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只能抓住一点影子,在比赛的时候,依然可以给我们增添一分胜算。 马洛晨说到这里,有些庆幸地拍了拍腿。 好在我在此之前,就已经让他们分析了,不然的话,等到现在才去分析的话,就措手不及了。 不过,说起来真是鬼使山寨,一共有十七组可以选择,不足百分之六的几率,竟然,真的就碰上乌兔邦了。 在目前条件下,陈建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照你的意思,是觉得有一天,计算机可以完全算明白人类的心理。 当然,这是必然的,这一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马洛晨斩钉截铁地说道,陈建生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我敢说,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老马,你对技术,太可怕了。 不,是你自己太轻视科技了。 马洛晨同样摇头,也许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所有科技的终点,都将在人工智能处会合。 一旦人工智能处为现实,我所说的这些,都将实现。 我之所以远离荣克集团的研究所,四处漂泊,就是为了找到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 老马,请允许我说句打击你的话,我想,你很可能是第二个胳膊轮,很伟大,但是,你走错了方向,而且致死都不知道。 陈建生说道,一切技术,都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手段而已,人类的未来,绝对不是由计算机来决定的。 我对计算机,一点也不精通,但是我不一样,成就了事业了吗?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么一个聪明的人,怎么就始终不明白科技的威力呢? 正当马洛晨收到激动的时候,陈建生秘书的电话拨进来了。 陈总,金玉来了。 好了,不争了,金玉来了,我要充当你的床话筒,帮你问问题了,你到后面去听吧。 陈建生说着,指了指身后的暗墙。 陈先生,你好。 一进门,金玉就有些紧张地冲着陈建生拘了一躬。 陈建生的办公地点,在他自己的洪华大厦36楼,是一整层,大概2400平方米,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使用。 由三个会客厅,两个后客厅,以及一个办公室组成。 为了衬托自己的权威感,陈建生将自己36楼的办公室装潢得几乎跟皇宫一样。 从电梯开始,地上就铺着华美的地毯,在通往陈建生的一号后客室的路上,有一条长约40米的走廊,每隔五米的样子,墙的两边就挂着价值不菲的油画。 后客厅的茶具、桌椅,以及各种摆设,全都非常考究,每一件都是古董,随便摔坏一件,都够于工薪阶层,陪上一辈子的。 虽然也曾跟龙过海这样的人物打过交道,但是因为龙过海生性随和,并不喜欢摆什么牌照,所以金月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这一次,来到陈建生这里,金月确实是震撼了一把,坐在客厅的时候,他的坐姿就开始显得不自然,耳朵也只听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的声音。 等到陈建生的秘书通知他进陈建生办公室的时候,他甚至连站起来都有点晃动,而见到陈建生时,露出这样紧张局促的样子,也是在情理之中。 真是不好意思啊,陈建生看到金月进来,便大笑着站了起来。 本来啊,我想亲自请你去的,但是这边有点突发事情,我一下子走不开,只能让我外人去请你了,真是抱歉啊。 哪里? 金月赶紧点了点头,按照事先想好的台词说道。 很感谢陈总捐款的五百万,给我们乌托邦技术基金,我是专程来道谢的。 哎,这是举手之劳,不谈这个。 我陈建生平时没什么爱好,就喜欢认识像你这样青年才俊。 陈建生说着,走到金月身边,亲自给金月倒上杯茶,然后和蔼可亲地望着金月。 你坐呀,站着干什么,别太拘束,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 谢谢陈总。 金月接过陈建生的肠,赶紧弯了弯腰,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陈总这么慷慨,我们乌托邦,所有的会儿都会感谢,不知道我们能够为陈总做点什么。 彭飞好像说你,也不需要什么广告。 都说了,不谈这些,区区几百万而已,不值得一提。 重庆人有句俗话叫,钱就是王八蛋,花了咱再赚。 最重要的是,花得值得。 支持乌托邦这样有上进心,有理想的团队,我觉得很值得。 陈建生说着,在金月的身边坐下,然后故意装着若无其事地问道。 我外上可是你们论坛的铁杆用户,我听他跟我说,乌托邦最近有参加一个很高级的什么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这样吗? 谈到这个,金月就显得很兴奋。 是的,是黑客大会。 从前的黑客大会,都只是一些交流性的活动,但是这次黑客大会,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成为全世界顶尖黑客的经济场地,竞争啊,极为激烈。 而我们乌托邦论坛呢,是全中国唯一一支几近十九名的队伍。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我外上说,你们为国争光了。 这么说的话,确实是为国争光了。 陈建生笑着,扬了扬杯子,既然有这么高兴的事,就不要喝茶了,我们喝点酒吧。 一个小时之后,金月最早在桌前,然后马洛臣从暗墙里走了出来,看着满脸不解的陈建生。 这小子啊,脑袋虽然不怎么聪明,可是精神意志力却不是一般的强。 陈建生扭过头,看着马洛臣。 我惯他喝了那么多酒,弄得他都神经恍惚了,又利用那么多计较,他居然还是守狗如瓶。 废话一堆,就是没有一句有用的。 算了,不用问了,我已经知道第四个人是谁了。 马洛臣挥了挥手说道, 哦,陈建生有些奇怪地将嘴巴张员。 是零一。 马洛臣说着,在金月身边坐了下来。 不可否认,在智商以及各方面能力来说,金月都称不上优秀。 但是,他死守秘密的能力,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聪明人完全无法比拟的。 马洛臣说到这里,抬头看着陈建生。 一个黑客最重视的就是秘密。 零一能够在全世界那么多人中,偏偏选中了金月作为他的代言人, 而金月又偏偏拥有这个特殊能力。 由此可见,零一的眼光是何等独到。 一个拥有如此独到的眼光的人,又是一个顶尖黑客,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既然这样,那是不是干脆给他下点药? 陈建生也跟着做了下来。 吃了那种药,就算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工,也会如实照供的。 不必了。 马洛臣摇了摇头。 能够成功闯进这次黑客大会的前十九名队伍,没有一支背景单纯。 乌托邦,以及零一的背景,我想都不会简单。 如果我们这么对金月,就等于是得罪他们。 在弄清楚对方是什么人之前,就轻易得罪,这不是聪明的选择。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没有监视过金月。 零一跟金月,从未在现实中交流过,在网络上的沟通,也十分隐蔽。 按照正常的黑客逻辑来说,零一不会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泄露给金月。 这样一来,一旦瞎要,我们不但得罪了对方,还一无所获,何苦由来呢? 陈建生听到马洛臣这么说,便耸了耸肩。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算了,送他回去吧。 马洛臣点点头。 那可不行,陈建生马上摇头。 如果晚上回去醒酒了,上网把这件事情告诉零一呢? 既然零一那么聪明,听到这件事,一定会急的。 说不定,到时候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与其如此,还不如留他在这里过夜,最好是拖到明天下午,再放他回去。 马洛臣看着陈建生,笑了笑。 呵呵,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就是要他回去报信。 当马洛臣跟陈建生这么说的时候,是晚上十点。 而在这个时候,一直等待孙云梦上线都等不到的段天狼,终于忍不住给孙云梦打了个电话。 孙老师,希尔基纳将我原新教的剧本重新调了一下,我一直忘记给你审阅了,你现在能不能上网接收一下。 孙云梦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正在酒吧里消遣,这完全是遵照段天狼尽量放松自己的指令。 他没有像段天狼那么有福气,没有女朋友,只能在酒吧找点乐子。 而当他听到段天狼这么说之后,他马上就明白,段天狼有急事找的。 因为修改后的剧本,段天狼早就给过他了。 哦,好的,我在外面,十分钟后上线。 孙云梦说着,挂掉了电话,打了辆地址,赶回学校了。 十分钟后,孙云梦上Q,跟段天狼再收了一篇剧本之后,马上上了那个机密的MSN。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状况? 陈建生和马老陈把金月叫过去了。 段天狼直接了当地说道,马洛晨和陈建生是什么人,孙云梦现在已经知道了。 所以当他听到这里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过来。 他们是想通过金月来查我们,难道跟我们对战的二十一组,竟然是军工集团的黑客团? 毫无疑问,一定就是如此。 段天狼说道,他们对你的跟踪应该一直就有,不过,以你和段天狼的实力,我很有信心,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小雪的身份,她的实力是最弱的。 孙云梦说道,这个你倒不必担心,灵雪上的技术实力虽然略逊,但是她在网上很谨慎,我都是追踪了足足叛选之后,才知道她的身份。 而且,我也一直打算,将来一有机会,就把她招揽到自己阵营之中,所以,我也一直在暗中帮她做掩护,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段天狼写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这次陈聂生和马洛晨只找了金月,而完全没有碰小雪,由此可见,他们确实还不知道小雪的身份,只是小雪是我的好朋友,帮过我很多。 我难免有点西方,行了,不关心则乱,以后有我们两个一起看着她,就算面具刀雨来了,也不会有事的。 孙云梦宽慰道,嗯,我们自己以后要加倍小心的事,形势越来越复杂了。 段天狼写道,孙云梦略为犹豫略下,最后还是问道,灵雪上这边,我倒是不担心,我担心的是, 金月,她到底知道你多少事情? 我跟金月,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有的联络都是通过一个论坛,就算他们找到这个论坛,他们也不可能找到我。 段天狼说道,孙云梦松了一口气,啊,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如果金月到时候被逼得说出来,也不会带来什么。 这一点,我倒是很有信心,金月绝对不可能透露任何跟我们有关的信息。 段天狼写到这里,顿了顿,我所担心的,是他被人利用了而不知道。 怎么说? 孙云梦问道,如果是你,你从金月嘴巴里什么东西都问不出来,然后你会怎么做? 段天狼反问道,我? 孙云梦在椅子上,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会故意放他回来,然后监视他的电脑。 发生了这种不寻常的盘问,金月一定会跟你报告,到时候我就守在那里, 只要他一跟你联络,我马上就追踪你。 没错,就是这样。 段天狼马上写道,我敢打赌,马洛琛和陈建生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手下的黑客团一定全都整装待发, 只要金月一开机,他们马上有机会集体进驻, 然后就等着他跟我。 这招虽然毒,但是,你并不跟金月直接联系,顶多费了一个论坛而已, 这对你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呀。 孙云梦说道, 我这个论坛可不是普通论坛,上面承载着天道系统, 我现在还不想那么快放戏。 一看到这个,孙云梦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天道系统?这是什么系统?没听你说过呀。 这是个半人工智能系统,今晚没有时间, 等黑客大会结束了,我仔细跟你说。 一言为定,你可一定要跟我详细地说呀,不准私藏。 我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个巨厉害的系统。 知道了,我会的。 那你现在,赶紧将天道系统从论坛这撤下来呀。 我已经这么做了,按照天道系统的规则, 必须由今月亲自回答三道,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 才能够顺利记录。 段天狼刚说到这里,就听到孙云梦迫不及待地插嘴道, 只能密码。 是的,这是天道的系统功能之一。 不过,现在我已经将天道从系统论坛上撤下来, 将论坛里面的内容全部删空, 然后再给论坛放一个伪装过的拦阻程序。 这个拦阻程序,看上去很像是认证程序, 它也会像天道一样,给今月提出三个问题。 但是这三个问题,不管今月怎么回答, 拦阻程序都将答案认定为错误。 然后,论坛就会自动关闭, 今月无法登陆,也无法发言。 到这个时候, 军工集团的黑客团们, 一定会拼命地开始研究你做的这个程序, 想要进入论坛里看看究竟。 孙云梦笑眯眯地写道, 他刚写完, 段天狼马上跟道, 而与此同时, 我们两个人, 也同样在细细地研究他们。 哈, PK赛, 提前开打了。 今月被陈建生的车送回寝室的时候, 是晚上11点左右, 而他从酒中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1点了。 因为身份比较特殊, 所以今月, 没住在普通大学生的寝室里, 而是被安排在研究生楼, 跟两个法律系的研究生同住, 大学生楼每到晚上11点半就会关灯, 必须偷电才能通宵上网, 而研究生楼就没有这个规定。 当今月从醉酒中醒过来之后, 他靠在墙上想了一阵, 开始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情很诡异, 这个陈建生怎么对乌托邦论坛的三赛名单那么感兴趣呢? 这样想着, 今月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喝了杯水醒了酒之后, 就赶紧爬到电脑旁边。 他所想要做的, 正是段天狼和马洛臣都料定他会做的事情, 上网给段天狼报信。 今月开机了! 几乎是在同时, 坐在陈建生办公室的马洛臣, 以及躺在床上的段天狼, 同声说道。 所不同的是, 马洛臣是对陈建生说, 而段天狼则是在心里自言自语。 做好准备, 段天狼在MSN上对孙宇梦说道, 我看到了, 整装带发重。 孙宇梦马上回道, 和我们一样, 一直在不断连接今月计算机的还有四个人, 四个人, 数不还真巧啊, 不用说, 这些人一定就是军工集团的黑客团。 段天狼回答, 应该是这样。 奇怪,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两个人也连入了今月的计算机。 而在陈建生办公室的计算机上, 看到军工集团四人组头目投过来的报告, 马洛臣显得很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这没什么吧? 陈建生说道, 乌托邦可是出过AVA的, 再加上, 面具导游曾经放出2500万美元的暗花来捉拿AVA, 使得全世界的赏金猎人们都蠢蠢欲动, 这些赏金猎人自然也有黑客, 为了2500万紧跟今月,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 话是这么说, 但是这些人追踪AVA已经追了差不多一年, 按照理, 斗志应该没有什么旺盛才对。 马洛臣说到这里, 自己也不是很吃得准的说道, 还是再看看吧。 今月虽然不是技术高手, 但是所谓酒兵成凉衣, 一天到晚被人黑, 不可能什么都学不到, 再加上乌托邦有那么多高手的亲润, 实力灾烂也有限的。 所以, 在上论坛之前, 今月先是对自己的电脑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把能封的端口全都封了, 能关的服务器也全都关了, 将计算机保持在最安全的状态下。 不会吧, 我居然被踢出来了。 孙云梦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计算机, 在MSN上写道, 这时候, 端天狼很欣慰地点点头, 看来今月的技术倒也不是完全没有进步吗? 要不是他对今月了解, 又在计算机上留了后门, 说不定也被踢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